看到一男一女深夜在巷洞中一前一后 骑乘U-bike随后在路边一间饮料店前停了下来 女子大腰大白走进饮料店内 但他可不是要买饮料的顾客 而是路内省切的小偷 第一名男子还在店门口帮他把风 女子在店内东翻翻戏早早翻箱倒柜要窃取店家的财物 最后女子将收银机下方的抽屉内的八千元洗劫一空后 便与在门外把风的男子像没事一样一起骑乘U-bike逃离现场 徐位于自强二路段之饮料店内一事财务招欠 警方获报后立即调阅监视器实施追查 发现当日凌晨二时许一名女子独自进入该饮料店内 徒手翻动抽屉内之财务 趁续窃取新台币八千元整后逃逸现场 并与另名男子共同骑乘U-bike逃逸 警方循现追查锁定该两名窃嫌之身份 并循现通知取道案说明 案发在五号清晨高雄自强二路的饮料店 店家隔天开店才发现店内的抽屉被反动过 里头的现金不翼而飞 紧急到派出所保案 警方循现锁定对象不到一天就找到嫌犯住处 将这对鸳鸯大盗逮捕归案